十点一到 防空警报响起 北京火车站的远警脱帽哀悼 等等 眼睛鱼角扫到了这对情侣 犯规犯规 小情侣吓到赶紧分开 乖乖站好三分钟 火车站的广场上 赶时间的民众继续前行 不敢的原地站立默哀三分钟 也算是一代伟人呗 都忘了 现在就记住习入习 那肯定重要 毕竟是曾经的领导人 全大陆暂停公共娱乐一天 手游也停了 包括英雄联盟 和平精英 穿越火线 阴阳诗等 打开王者荣耀游戏 一幕出现公告 12月6号暂停服务 12月7号凌晨零点恢复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你要是有些打游戏 应该懂事一下 毕竟今天这么悲伤的时刻 不应该再去娱乐呀什么的 其实北京的疫情 依旧非常的严重 现在正处于恢复期 因此即便是周二 你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跟车辆 依旧非常的少 刚刚十点钟的时候 其实民敌的车辆非常的少 而路上静默的民众 其实就更少了一些 至于大陆的央视综艺台 依旧照播节目 如果你是看电视盒 首页依旧呈现黑白色 但点进去就正常了 这次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智商规格 比较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如今疫情防控产生的诸多不变 民间无法大规模哀悼 但大陆政府该举办的仪式一样都没少 TVBS新闻陈旭一 陈向如 北京报道